大家好 大龙现在在陕西宝吉市的太白山 国家5A级景区 现在你看 这全是大巴车 大龙下了这个大巴车了 他这大巴车还要往上走 走的是到下半寺 大龙为什么在这下呢 因为我要坐天下索道 这个索道直接到达山顶 是到达这个看到了吗 紧下面这个山顶 它是最长的一个索道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 海拔是2200米 耳朵有点发明了已经 然后我现在去坐这个索道 这索道好像听说应该是挺贵 它前面还有个下半寺 索道是很便宜 但是它到达不了山顶 它需要到一半的时候 是你需要再坐车 就是你要想直接到达山顶的话 只能坐天下索道 来看一下 哇这些新年有点感觉 就是上气就是呼吸又在不 我现在什么了 飞回来的也不够了啊 海拔2000度 它的山顶是海拔是3700多米 好我们去上去看看怎么做 刚才这个鼠刀大厅 非常好 有租大衣的啊 如果上去会很冷 还是租棉衣比较好一点 这是成人往返230 看看它的价格 230 然后给个人票230块钱 这个小票 推荐 他告诉我 就是下车吧 下的索道啊 海拔3000多米了 天原地方 他说你就 就往返 因为最后一般的索道 回来是6点之前 所以说你就到小温宫 这个小温宫这个地方 他画这个小温宫的地方 到那儿逛一圈 他就说看中间这个景 就比较好一点 不能 不要再去别的地方 要不回来不太感叹 好 好 哇 这大厅 从这边走吧 230不便宜啊 但据说它这个手道非常 非常非常的大 也是非常丑 没事 没事 这人这么少啊 坐多长时间哪套餐店 坐中左右 哦好 哇 又自己一个人 每次坐手道 基本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动关门的 哇 给大家站在上面拍一下 哇 这站起来再吓人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站起来真是吓人的 这手道三公里长 我的妈呀 真的有感觉了 太白色 哎 随随随你的脚步 哇现在我们到了啊 是海拔三千多米 我现在耳朵就在耳鸣了 这是 这是很不舒服啊 我的天啊 好 准备要下了 你还往后爬吧 继续到了我们 天员地方 太白山 海拔三千五百 一四一米 哇 看见爬山路没有 那就是大轮 坐内车上来的爬山路 在马上去看看 哇 现在是有点 有点稍微的肺活量不太够 哎 你不往过赶的话 你就丢在路上了 而且天气又冷 想想这个 记忆人特别 这人是特别的 受伤啊 走着下来之后我整 哎 现在有很多人的很多旅友 徒步走 徒步走 徒步走啊 就往那边走去 秦岭淮河这个山脉 秦岭淮河的分界线 知道吗 徒步徒步走的旅友 在那个位置 尤其晚上容易失踪 他这个山 人家山尖看到了吗 这个路 一直在这山尖怎么走 天员地方 好 这是我做这个 锁到上来的地方 再来看一看 哇 大楼现在也只在这边啊 挺危险的就是说实话 呜 秦岭 秦岭最高峰 太漂亮了 太壮观了 看到了吧 中国南北分界线 秦岭峰 太白山 这里啊 能看清吗 大家 好担心你啊 一脚 一脚踏南方 一脚踏北方 带大家看一看 天员地方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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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美啊 好美啊